受到阿尔尼诺现象影响 国内多个城市 近来就出现摄氏35度或以上的高温 就连身处赤道国家的本地民众都大喊吃不消 本台采访队今天走访首都磁场街一带 发现民众出门时都会自备遗暑的法宝 而外国游客则认为 大马炎热的天气已经直逼夏季高温 但还是不影响他们尽情享受马来西亚的热带风情 热浪来袭 气象局一早更是提醒民众 出门一定要做好消暑准备 走进磁场街一带 更是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都戴起帽子 墨镜 撑着伞 举起扇子或电风扇散热 民众出门消暑的方法千千百百种 除了有戴伞或者是戴风扇之外 对他们而言 包包里或不可少的消暑神品 就是凉茶或者是其他的饮品 水 就水啦 也不会特地带什么啦 风扇 小风扇 水屋 水屋 对啊 水屋 小风扇水屋 山子 有没有觉得最近要喝多一点水 喝凉茶什么那种 有啊 天气太热了 天气酷热 冰冰凉凉的冰淇淋让人垂涎欲滴 但是拍照打卡后就得赶紧享用 免得在高温天气下马上融化 而冷饮档口也大排长龙 无论男女老幼 大热天里肯定无法抗拒一杯冷饮 受访的本地民众形容 国内如今的天气 无论白天夜晚都让人汗流浃背 因此他们都会特别留意降温措施 超级热 热到每天都出汗 一温都开着冷气也是会流汗 冲凉的次数会比较多 两到三次 OK 平常可能一两次 一两次 平时在家是不会 有时候是连风扇都不会开 现在开风扇也是很热 多冲凉哦 又多冲凉吧 OK 好 冲凉气 对 冲凉气也是对的 身处赤道国家的我国公民 大喊天气炎热 但对于每年都历经四季的 台湾游客而言 我国如今的摄氏35至37度 和宝岛的夏天一样 而来自沿海一带的 印尼巴弹岛游客表示 当地的气温更高 因此还能够习惯 大马目前的天气 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 因为台湾的夏天 大概平均也是30 35度都会有 那有时候很热的时候 38度也会有 就是跟台湾的夏天很像 因为晚上可能30度或32度 那晚上一定要开冷气 不然会很热 我其实在印度尼西亚 在巴掌 近马来西亚 不比较少许多 所以每天都很热 只有几个日子热 在巴掌 巴掌 近沙 在新加坡 巴掌 在马来西亚 近 尼西亚 在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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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俄尔尼诺现象的登陆 也交响了全球气候变迁的一大警钟 就在人人都要为地球献一份力的口号吹响时 受访者也赞同把环保列入日常生活当中 出门就要带环保袋 就减少用装饰的东西 然后用自己自带水壶 或者是餐具 那个饭盒这些都会自己自备 在深刻体会到气温飙升的你我 是时候审视是不是应该改掉生活中的小习惯 不让地球母亲一再承受巨大的压力 否则 人类只会遭受更多来自大自然 一发不可收拾的反击 马兴设电视崇伟伦采访报道